听得见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一次教育处开了好几场的 远距视讯的教学 我这一场主要是有关于 Classroom的简单的入门 简单的入门跟一些远距的小工具的介绍 如果各位是属于王冠老师的 请你找志祥主任开的课 他会介绍一些王冠老师这边的注意事项 各位应该蛮清楚 最近都有收到消息 教育部帮大家买了新的权限 这个部分是需要开通的 我把画面分享一下 好 那各位现在应该有看到我的画面 我把那个连结 不是连结 这个网址我把它贴到那个 讯息里面 好这个网址 那各位可以在讯息里面点选这个网址 那我就顺便介绍一下 那个我们原本交易处的 给各位的那个Google账号 因为就是Google已经收回去那个权限 所以你在那个Meet里面是不能录 那交易处最近有买了新的权限 那所以各位呢 请你从这个地方去点进去 去把你的账号做升级 那这边只要填入你的交易云的账号 请你用县市登录 先到花莲县这边 然后去登录你的Google账号 那登录之后呢 他就会帮你自动开通那个Go 用教育部的这一个账号去开通你的 你的新的权限 那新的权限他可以在Meet里面继续录语 这是第一件事 然后同时你也有新的用不完的云端的空间 然后第三个就是你的那个开课参与的人数 可以到250个 250个 好那这个是第一件跟大家报告的事情 好那这个部分就麻烦各位 对容量一样这个部分 现在目前就已经是无上限了 我不晓得 这个有没有上限的限制 这个我倒没有去留意 那应该至少会跟你之前的交易部 各县市交易部给的那个账号的容量 应该最少 上次是讲多少去了 目前我是认为应该是没有上限的 好那这个部分就 我的声音有回音 好我看一下 可是我没有其他的收音装置 回音很严重吗 那这样好不好 我把我的手 因为我的手机在监看各位的讯息 那我们请我们的美丽的小助手 如果有讯息的话就直接开语音告诉我 或者是各位直接开麦克风 直接问好不好 好那我就不要开手机的部分 这样子应该会减少那个回音的部分 好 好 好那这样应该没有回音吧 好我想到了是不是你那边有关 有关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好 那就这样好 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你就直接开语音 直接回应好不好 好 那我就 因为我没有没有第二个萤幕去监看那个讯息的画面 好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现在会推荐你在Classroom里面去使用Meet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重点是在Meet 然后讲完Meet之后 我会用很快的速度把Meet给讲完 那讲完之后呢 我们会简单介绍一下好用的常用的在远距上面 使用的工具好 那首先你要使用那个Classroom的时候 他有几个注意事项了 第一个就是他可以试用大部分所有的PC笔电 平板或手机然后 然后 必须使用Chrome的浏览器 所以如果你使用Firefox或是 那个其他的浏览器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相容性的问题 那你的账号呢就要使用教育部给的 就是线里面给的这个Google的账号 那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那这里面你在使用Classroom的时候 唯一的差别就是你的PC跟笔电 他在改作业的时候 跟那个平板手机板 跟平板手机的这两个在改作业的那个模式 会不太一样 那你就会发现用平板去改作业会比较方便 因为他可以用手写的方式去做打勾啊 画剂的动作 那那个PC或者笔电他就只能用助记 电脑助记的方式就插在这边 其他的地方大概没什么差别 那所以各位我们年纪应该都有超过四五十岁了 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大尺寸的平板 会对我们眼睛会比较好一点 这是第一个跟各位分享的 那第二个Classroom里面主要的功能 其实很简单 非常的简单 就是第一个他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指派作业 然后你可以给学生一些公布的讯息 然后学生可以把作业提交给你 然后交完作业之后老师可以评分 然后有一些互动交流 大概主要是这几件事情而已 Classroom他很单纯 那你的这些所有的档案都存在你的 那个没有上线的云端硬碟里面 所以日后如果要做查询的话也会比较方便 好那所以我们在 跟学生做远距互动的时候通常会使用 Classroom来做那个收缴作业跟互动的部分 好那所以这边我们就进入简单的教学 好那刚刚已经有问过 因为我们这里面就有人还没有用过 这个Classroom 所以我们会从简单的部分开始讲 好所以首先呢 各位在使用Classroom的时候 好一开始 如果你是老师的话 然后不管你有没有开通教育部那个权限 那你都是 都是可以是老师的身份 那我们在使用Classroom的时候 你直接用Chrome浏览器打开 好各位看一下我左边这边是老师的画面 右边这边是学生的画面 右边是学生左边是老师 那所以你的账号一进来 Google一登录之后 你可以在左边 就是你的账号的左边这里 这里就会有那个点点点的九宫格 这里面呢就会有一个课程或者是Classroom 这边 好这边 那这个就是Classroom进去的一个捷径 那如果说你在这里找不到Classroom 好如果你在这里找不到 那你就要在这边 好这边去找 然后把它加进来 好因为他那边会出现的是常用的 好常用 所以如果你 在那边没有看到 那你就必须在这里去做搜寻 然后再把它加入进来 好那 呃这动作应该蛮简单的了 所以我就不再做说明 那学生也是一样 好他也是在这个 登录Google之后 登录账号之后 然后进来点点点这边 他一样可以找到Classroom 好那所以如果我们都把它点进来好了 那个学生那边各位老师在放假之前也是要帮学生演练一下 不然他会不知道如何进来 那尤其是我们通常中年级现在应该也很少老师会上电子邮件的课 因为Classroom在公布讯息或者是出作业的时候他会同步发电子邮件 所以除非你们学校的电脑老师也有交电子邮件 然后他学生至少手机上面他可以去看电子邮件的话 那至少也可以收到那个讯息 那不然各位就是还是要稍微演练一下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老师这边主要就是开课跟发布讯息跟出作业跟改作业 好那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新增一门课程或者是一个班级里面再去新增各课的话 我们是在在右上角这里有一个加号 好你这边建立或加入新课程点一下 然后如果你是新增的课程就要建立课程 如果你是学生就可以按加入课程 或者老师如果去跟去加入别人的课也可以用加入课程 好那老师基本上用建立新课程 那这边呢这边左下角出现的会是你已经有开的课 或者是你有加入的课程 就是已经有的 如果你要新开就是点加号建立课程 好那你这边就要给一个给一个名称 好比如说六年级 那如果你要用单元来分比如说自然好了 第一单元 科目自然 这边各位都可以自己去定义自己去定义 然后按建立 那他就会帮你开一个 六年级自然的第一单元的一个课程 那这边可以回到首页 这边可以回到首页 点一下课程就回到那个首页 那你刚开的就会在这边 你也可以从这里第二次以后就从这里点进来 那给各位一分钟试一下好吗 如果有任何问题请你就回复一下 升级账号之后 姚老师问这个问题 我不清楚 我再帮你问一下 你知道吗 他原本是用线里面的开的课 在一部的账号升级之后 对 那个姚老师对我想起来了 我升级之后那个课程跟班级是要重新弄的 因为你那个升级之后的账号 里面不会有这个课程 因为我昨天也试过了 结果升级之后的那个账号 他好像是隔天就会帮你做升级 升级之后你的 classroom里面原先的那个 你旧账号里面的那些课是没有带过来的 没有带过来 那所以 这个要问那个自强主任 这个可能要问自强主任 或在那个请电脑老师在我们花莲县的那个LINE的网管群组里面做发问 那我等一下也会帮你问一下 那个 如果目前还没有升级的话 那个差别应该就是只有录影这个部分 跟那个250个人一起开会的这两个部分的权限会比较 比较有明显的不一样 那如果你是用原来的账号去开的 应该在上课方面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影响 那这个部分 那个至于那个升级过后账号 课程你会带过来 我再问一下自强主任 好 那我想各位 各位刚刚操作有问题吗 有问题的话 直接开Mine回复好吗 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要继续了 好 那我们就继续 好 那各位老师你开好了 左边开好课程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动作 就是把学生给放进来 那学生放进来的方法 其实还蛮多的 你可以点到 这上面有几个页签 我们先点到成员这边 点到成员这边 现在这一个学生 我这个学生还不是你这里的学生 还不是这里的学生 那么所以你要把它加进来 首先你老师的部分已经存在这里了 那如果你要加其他的协作的老师 协同的老师 你可以在这里按加号 那你可以把它电子邮件给输入 那你也可以 因为我们都是在同一个那个 花联线的网域里面 所以你其实可以输入他的名字 假设好 你直接输入他的名字 他就可以找到你 这前提是在同一个网域里面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把 把那个人民 把你那个要协同的老师 或学生给加进来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那第二个 然后那个协作的老师 老师最多只能20位 那如果你是像教育处开那种给老师上的研习 那要把它加在学生这边 所以这边是管理的 管理的阶层 就是老师的部分 那学生的部分要加呢 你也你就一样是直接按加号 那这边一样可以用刚刚的方式 直接输入姓名 那或者是直接输入他的电子邮件 直接输入他的电子邮件 比如说 比如说 直接输入他的电子邮件 那他就会直接出现在这边 然后呢 或者如果你们 学校的那个电脑老师 有给你全校的 学生的email名册 你可以在试算表里面 直接把它全部框选 直接贴进来 他就会自动变成这样一个一个放进来 然后你直接按邀请就可以了 就可以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这样按邀请 然后他就会被你放进来 被你放进来 然后另外一个方式呢 你也可以把这个邀请码 邀请连结 透过你们班上平常就是跟学生互动的 比如说LINE 或者是脸书 或是那个其他的那种社群沟通的那个网站 你直接讯息给他们 他们点的这个连结 一样是可以进来的 一样可以进到你这一间教室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方式 就是在你的这个课程 课程里面有一个课程码 这个地方有一个课程码 所以你把这个课程码呢 直接贴给学生 那学生他在这里按加入课程的时候 他可以在这里直接填写 直接把那个课程码丢进来 这样子也可以 加入 那所以这几种方式都可以加学生 那如果你是学校老师的话 应该是最好是有全部学生的那个电子邮件 在刚刚那个地方直接贴会是最快的方式 在这里直接复制贴上 他会自动帮你做产生所有的学生 所以这个是增加那个该班 那个班这堂课的所有学生的一个方式 那所以在这边也可以做管理的动作 比如说你不需要他了 或者是加错了 你就把它选起来 那这里就可以做移除 做移除的动作 所以这边可以做一些管理的部分 好 那目前这个加学生的部分 不晓得有没有OK吗 有任何问题 请老师就直接开麦 直接反应 刚刚姚老师刚刚已经开过新账号 那个姚老师这两个账号是分开的 分开的 所以你等于会有两个账号 你等于会有两个账号 所以如果你 你那个旧的课还是在旧的账号里面 你一样可以登陆旧的账号继续使用 那你可能明天 明天你在开那个教育部新的账号的时候 他就会跟你讲升级成功 你就有另外一个账号可以用 所以万一 你想在课程中直接录影 或者是说你这堂课超过很多人 那你就可以考虑用新的账号来做开课的动作 那你如果只是想录影的话 其实你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桌面录影 那个OBS或者是OCAM都可以做录影 而且那个解析度还比MIT里面解析度要高 MIT里面录影解析度只有720 那720的话 其实你在操作一些软体界面的时候 那个智慧是糊的 所以我其实还蛮建议桌面录影用别的方式 好 那这个部分我想各位应该没问题的 那我们就继续 好 那接下来呢 在那个课堂作业的部分 就讯息跟课堂作业的部分 那在老师的部分 这边很简单 你想要宣布的事情在这里 直接点选 好 那第一次他都会教学 有教学 所以你也不用紧张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去选 我要针对哪一个班 去哪些学生 然后去公布什么事 然后要不要夹带什么档案在这边做处理 夹带浏览器 夹带什么 影片等等 都可以在这边做处理 那这边张贴是立即张贴 那有些老师习惯很好 他会预先准备 比如说每天下午的4点 他就会自动让那个3点或4点 他自动让那个今天的回家作业给公告出去 那所以你也可以在这边安排你的张贴的时间 张贴的时间 那你就可以选好说比如说今天下午几点 这边都是可以去做更改的 那这样子他就可以他就会在这个时间才去把公告的事情给公告出去 那我另外放一个直接张贴的 所以这个张贴的讯息所有的学生都看得到 所以当这个学生他重新整理一下 他会在他的页面直接看到老师公告的讯息 那当然他如果要回复的话 这个各位应该都很熟悉的 各位这么会用LINE 你可以在这边直接做回复 那这边就送出 那所以这个是张贴讯息的部分 那再来呢是课堂作业 在这边点选 那你要建立课堂作业就在这里直接按建立 那这边有很多个项目 那如果你是需要他缴回来的东西 我们就会直接选那个作业 然后测验作业这个是有点像那个选择题 那所以你其实可以在这边出那个 比如说你要搜全班的意见 那你就是搜搜标单的方式 搜资料搜大家的意见 比如说我们下个学期末要不要办员游会 要不要这样就可以搜他们的意见 他可以做那个选择题的部分 那也可以出作业了 把那个作业或考试卷内容放进来 然后也可以搜问题的回复 然后搜资料 那至于这个重复 如果你一个老师带很多个班级 或者是你用过的讯息 你要重复使用只是略微修改的话 那这个倒是蛮好用的 那这个主题就是你可以在里面 在这些里面去做分类 做分类 那我们就直接找一个 就做一个简单的例子 所以你就建立一个作业 好 那就给他一个标题 好 然后你就去简单的说明一下 好 那这个作业出出去 如果你有附件一样在这边加 好 那你要发布给哪一个班 这边都可以个别选了 那如果你这个东西这个作业是要评分的 这边就是可以选择你那个要给分的那个 百分等级制或其他的方式 那截止日期可以交到明天什么时候 这个都可以自己选 明天中午 好 好 选好之后呢 选好之后就直接按出作业 出了作业之后 好 那个 你的 你的 你的画面 除了那个公告这边会有出作业之外 另外在左边这边 他也会有显示那种快要到期的作业 快要到期 这个也是提醒给你看的 那学生这边呢 好学生这边呢 他你重新整理之后 他一样会立即的出现说 老师张贴了一个新的作业 然后左边这边也会提示你说 我还有什么作业 什么时候快要截止了 他都会帮你做一个提醒的动作 那你可以在这边点选 你也可以在这边做点选 那学生看到你的作业之后 很好第一次都会教学了 好 好所以学生看到你的作业之后呢 他可能就用手写的方式 然后你可以叫他拍照 然后在这边去新增回来 或者用电脑档案的方式都可以 好假设我们现在学生是用手写的方式 然后他拍了一张照片 他写好之后拍照片 那我们就学生就让他 你就要教他说怎么把作业放进来 所以就是在这里按新增或建立 然后呢他的 他的档案在哪里 他的档案在哪里 所以点档案 然后他就是找刚照片造好的东西在哪里 要上传 所以要先去浏览 好假设 假设这一张是他写的作业 那就把它传上来 好那如果不止一页 那你就可以再继续新增 或者在刚刚新增这边你就一次选很多个 好你就一次选好几个比如说这样 好他就一次加很多个 好那全部的作业都传上去之后 他如果觉得他做OK了他就要按缴交 好他就必须按缴交才算完成作业 如果他没有按缴交 他老师就看不到他的就是不会收到讯息 好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 你也可以在这边新增注解 老师我不会做 就跟老师做互动 好那所以你按缴交 缴交之后按缴交 那当然你缴交之后如果后悔 后悔还是可以重交 还是可以重交 好所以你你这边如果缴交了以后 这边就会跟你说你已经没有 因为你已经缴交了 所以没有近期要交的作业 那你点进那一份作业里面看呢 你还是可以看到你的所有的作业 好那你还是可以去做修改的动作 好所以如果要修改就取消 好先取消 然后取消呢如果这个不要了就把这个打插 好然后再补交就按新增 一样再去补交最后一定记得要按缴交 好那这样就完成交作业的动作 好那老师这边呢 老师这边在学生做了作业之后啊 好他这边就会 好你看这边 我再整理一下 好这边有一个课堂作业啊 如果你要去看学生到底有没有交作业 就点一下那个课堂作业的页签 然后点了之后 好这边就会有那个交作业的内容 好你就会看到有一个人缴交那这是全班的人数 好全班的人数还没有交的部分 所以你就点进去以缴交的部分 就可以看到这一个人交的内容 好那如果你要看他的作业的内容 这里可以打分数那点进去也可以打分数 好所以我们就点进来看他的作业 好那所以建议各位不要在手机上改作业 会很辛苦至很小 所以你还是用大平板 大平板或大大电脑 但是电脑就是电脑你在批注作业的时候 他只能比如说这个地方你有意见 你只能在这里拉一个框 给他写上你的意见 好就是电脑跟笔电都是这种方式 好电脑跟笔电这里有什么问题 然后你给什么建议 好但是如果你是用平板或者手机 这边会出现一支笔 有一支笔 那你就可以用那个批改的方式 给他打个勾啊 好写个分数啊 或直接用手写在他的上面直接写书写上去 然后按储存 他就会存成另外一个档案 他学生也会收到这一个档案 好那你的成绩呢 要打在这边 成绩打在这边 好 然后这边诗人注解 不是自己写了 好张贴 好那你如果确定这个人的作业改好了 就直接按发缓 发缓 好那那个学生就会知道你看过作业 好学生这边呢 我重新整理一下 好 你就学生就会看到你给他98分的分数 就是分数就会打在这边 好 然后你给他的回应 好 好 这个是公布讯息跟收作业跟批改作业的部分 好那不晓得 老师OK吗 好 有没有老师还有任何问题 好 好那这个部分其实好那个 classroom的主要的功能 其实大概 我们比较常用到的大概是这样子 那还有一点点时间 让我们分享一些其他的小工具 其他的小工具 那各位 我们在常做远距教学的时候 有一些常用的工具 是蛮好用的 比如说 各位常常在做教材 或者是你在用那个什么 各领域的电子书 厂商都会给你电子书 那有时候电子书在远距的教学里面 他不好放进去 你这时候就要把那个图 画面给结下来 对不对 那我们就会用这个检取工具 那检取工具在Windows里面本身就有 那你的桌面下面可能没有摆在这里 那我会建议各位 我们直接把那个Windows叫出来 然后直接打检取 检取 那就会出现这一个工具 那你不用另外安装 你不用另外安装 那我会建议各位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在这个地方设定这里 请你把设定点开 然后这个地方 各位你的键盘的右上角有一个按键 叫做Print Screen的快速键 我想你有些老师可能这辈子没用过 这个按键非常好用 所以请你把这个设定给打开 我使用这个按键去做画面检取 如果你做了这个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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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里面把它设定打开 这个 这边 这边 这个 这个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 打开之后 你就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你就有一个快速键 你甚至都不用摆在这边 当我需要某一个画面 某一张图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部分 我需要这张图 我直接按键盘上面的Print Screen 按一下 就出现这个功能表 其实它预设已经在那个截取方块 所以你就直接 框起来 放掉 它就会变成一张图档 已经复制到你的剪贴部去了 那这时候呢 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 直接放在下面 比如说你需要刚刚那张图 你就直接Ctrl V 它就贴上了 也就是说这张图 已经在你的剪贴部里面 当然它的工具 你把它打开 它还是可以做一些画剂 修改 标重点 所以这个东西拿来做那个 教材很好用 那随时可以剪贴你荧幕上的所有画面 荧幕上所有的画面 所以这是剪取工具 这是第一个要介绍给各位的 那第二个 就是我们在做远距教学的时候 比如说有时候那个像我们年纪大老花 字看不清楚 或者你要按哪一个按钮 学生看不到 字太小 这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有一个东西叫做Room It 这个小软体各位可以自己去下载一下 那下载之后直接打开 直接解压缩之后可以直接使用 它不用安装 所以你可以设定一个捷径在桌面上 你可以设定一个Room It 的捷径在桌面上 好 这个 那你执行之后啊 你会看不到什么东西 但是它会跑到你的 你的那个 那个 这里 跑到这边会有小工具 会跑进去 就是Room It 在这边 那只要它有在这里的时候 你任何时间按Ctrl 跟2 Ctrl 2 它就会自动帮你放大 然后你再加滑鼠的滚轮 同学看这里 这一个就是这一个 所以你就可以自由的去放大 然后你在滑鼠呢 左键点一下 它会变成助记工具 那你按滑鼠的右键 它就会取消 然后恢复原来的大小 所以这个工具也是我们在做远距教学 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叫做Room It 好 那 所以目前介绍两个工具 第一个是Room It 第二个是 这个 简单 剪贴的工具 剪取跟绘图的工具 这两个工具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任何问题呢 那如果没有任何问题 我就要继续了 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 直接开Mine 或者在讯息上面做回复 我们就直接 跟各位回复 另外一个必杀劲 这边是重点 各位如果有 各位应该既然要做远距 都会有准备网路摄影机 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会蛮介绍 蛮建议你用那个 膝带型的实物投影机 那膝带型的实物投影机 目前最 我不要讲厂牌 不讲厂牌 好像你们又不知道哪里买 有两家比较建议的 一个是IP EVO 另外一个是捷可达 它两个长 长得非常漂亮 然后有那个 关节可以移动画面 好 那 我示范一下给各位看 各位如果对这些 尤其各位如果对这些 远距的工具不是那么的熟悉 那我们会 这样子用 我会先打开 那个 IP EVO它有这个软体 这个是实物投影机的软体 那它也通吃其他的网路摄影机 所以也可以使用 那因为我的 我的那个 room 我的那个 不是 我的meet现在 现在把我的那个 视讯的画面给吃掉 所以我要把我的画面给关掉 好 我先把我的那个大头罩给关掉 好 那我现在关掉之后 这边就可以抓得到 好 那这有什么好处 就是各位老师 尤其是那个 像有些老师比较不擅长那个 不擅长数位工具 科技工具的 那他一样就是想要用手写的方式 写黑板的方式教学 那你其实就可以把 这个网路摄影机直接对着 你的桌面 对着你的这个桌面 你就可以去做书写 那你会发现 那他你用meet直接 直接直接用或者用这个方式 他会相反对不对 那这种网路摄影机 他可以转向 这样就正了 有没有 这样不就正了吗 不但如此 如果你的 你不信你买到的网路摄影机 没有转向的功能的话 各位 我先对一下焦距 这样各位比较清楚 然后他还可以 拉远拉近 调一下 没有没有很贵 这边 他的工具里面 不是这一个 这个 他工具里面 其实还可以做旋转跟镜像 所以你要做镜像 这样子也可以 所以当你发现 如果你的相反 因为我们在用meet做教学 各位会常常发现有这样的困扰 但是如果你用 他的那个网路摄影机的工具 食物投影机的这种 投影机的工具来做投影 不但食物投影机可以转向 那软体里面也可以做这个镜像的动作 那所以你就可以翻到正的方向 那所以我如果是传统老师 你学校一定会有 比较 不会用科技工具 老师 那就请 电老师可以帮个忙 帮他做这样的设定 设定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做教学 10 x 50 x 500 就可以跟恢复你以前在黑板上面的这种教学模式 你就可以再加这样的处理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式也是非常的好用 那加上如果你做一些实验 你做一些实验 那这种东西 他又可以各种角度 比如说这个 各种角度去照你的那个实验的 那个部分 然后会很清楚 所以蛮建议 这种时代各位在部应该是没钱买 各位要自己买一下 这一台好像 这个高画质 HD的才2000多块而已 2000多块 那也有无限的版本 也有更美丽的版本 好 那这个部分是另外一个必杀器 这个我们 尤其是我们做科技教育的老师 那个常要做一些手部的操作的动作 或者自然科做实验 这个是必备的 必备的 好那我把这个关掉 那不晓得各位老师在 在这一个必杀器的部分有没有问题 好那我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好那我最后 最后再介绍那个 最后再讲那个电子白板的工具 电子白板的工具 那电子白板工具这样子 就是 目前 目前 目前我们比较建议的 其实电子白板在推动的时候 在 蛮早以前 就有了 所以你可以找一下 MyView MyView MyViewBoard MyViewSonic MyView Voard 好那他们提供的这一个 这个软体 它是 它是 它是电子 互动电子白板的一个软体 那我等一下会做个简单的示范 它可以做到很多的功能 然后 它是给老师是免费使用的 那另外一家呢叫做 提摩豆 提摩豆的那个 high pitch 它同样是给老师免费的 试用的版本 提摩豆 网易资讯的提摩豆 那这两家的软体 其实 你如果会用其中一家 另外一家的就会 因为电子白板的软体 长相都差不多 好 那我们 那个 如果你是提摩豆的话 你装 high pitch 在哪里 在这边 好 它长相像这个样子 high pitch 然后 如果你是装 MyViewBoard的话 它是 whiteball 这一个软体 那我直接用 whiteball 这个电子 互动的那个白板 来跟各位做说明 当我们打开的时候啊 它其实是长相像这样 然后它会叫你登录 你直接用你的Google账号去登录就可以 所以他们有开通 老师免费使用的部分 那事实上它就是一个白板 所以如果你的 你可以直接用那个滑鼠 在上面直接 直接书写 所以你就会发现 如果你有钱买手写版 或是你的荧幕是触控的 那个 就会很好用 这写字就很漂亮 那它也可以把教材放进来 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 这是之前做的 我先讲那个另外一个部分好了 我在你的电脑画面上就是你在平常在操作电子白板的时候 你一样可以使用它的软体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按键去做切换 如果你不想用它的白板 你只想用一些互动工具 你在这里可以做切换 那最简单的就比如说我们在做教学的时候 你假设这个是电子书 那这边就会有手写的工具 你就可以用 用那个去做书写去助记 然后一样可以做那个擦掉的动作 然后我们常常在做互动的时候 老师最喜欢用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 这里有一个白宝箱 我们先切换回来 好白宝箱点一下 各位看到这边有一个常用的好用的工具 比如说你在跟学生做互动的游戏 那是不是要一个计时器 你就把这个计时器点两下 好跑出来 这出现一个计时器有没有 然后你可以 这个可以拉很大 那是越大越刺激 这边可以去改一下那个时间 比如说倒数计时10秒 然后开始计时 那学生就赶快作答 作答完 时间到他还会叫 所以就会有一些互动的工具可以使用 那包括那个我们做数学 常常要量角度啊 做什么的 这个都可以直接使用 可以直接使用 那所以不要的话也可以直接打叉 那所以这个也是一些蛮好用的工具 那如果你 你这个上面也可以直接做教材 直接做教材 直接做教材 比如说我们 如果你有用那个电子反映工具做教材的话 他也有这样的 比如说这样 他也可以做这种 这个没有做得很好 中心点跑掉 你可以做一些抽签 或者是一些互动的动作 然后像这个连连看 对不对 所以学生他可以来操作 操作 操作 如果假设他操作完毕之后 你可以还可以把那个答案给 答案给拉下来 我太久没用了 这答案拉下来 对一下看对不对 然后呢 还有那个可以显示 那个隐藏的部分 你可以做一些动画在里面 然后 像这种无线复制 你觉得这个文章里面哪里有这种东西 就可以做无线复制 这里有这个 这里有什么 你可以一直拉 哪里有什么 然后还有像你可以迁入 网页迁入 影片 迁入其他东西 都可以 那刚刚这个 那你也可以在这里 比如说切换 你题目出好 然后切换到别的地方 做一点 做那个软体的操作 然后再回来 回来 然后把答案给拉出来 参考答案拉出来之类的 好 那所以他有很多 那这是开白板模式 白板模式可以用 那这个是叫这个叫做白板的 互动白板的工具 那提摩豆是长这个样子 他也是类似的工具 这边都可以去使用 那我想你用过 大概这个都是一样的 那他的一些工具在这边 比如说我要挑 你全班有30个 那我要挑人回答的时候 这边就 1到30号 那我就play 等下就 还有音效 抽到16号 抽到16号 那你就 可以复制 复制一下 照片照一下 16号 请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之类的 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一些 电子白板的工具 他提供给你的一些 很棒的有趣的 可以协助你互动的一些内容 那这个部分就先分享到这边 那再来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可能要花点小钱的 另外两个东西 先讲这一个 那个Canva 我想老师很少 很少有学过那个美术的 这除了专业美术老师以外 像我们这种大部分没有美术基础 所以有时候你做给学生的一些教学的文件 会长得很丑 那长得很丑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 那个学生学习的兴趣就会少一半 那各位可以用这个Canva 这个Canva 他就是不用美术基础 但是你做出来的东西会很漂亮 那他也可以做简报 也可以做互动 各式各样的东西都可以做 然后做的方式非常简单 然后重点是你用那个EDU的网域去注册 他就会给你那个 Pro板的适用的功能 所以他可以免费的使用 那这个是个人非常建议的 所以像比如说你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图 大概只要2分钟就搞定 2分钟可以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图 非常的简单 直接套模板 然后换字的内容 然后换字型 就这样子换图这样子而已 所以他是非常简单的 那第二个是我们一些互动工具 那这个叫WordWord的这一个互动工具 他免费的部分可以做5个档案 那我们举例来讲比如说这个 那他的效果是这样子 这是那个命运转弹 所以你做好的话 他也是输入你要的内容 然后直接就可以做 你可以用这样甩 也可以用旋转 然后比如说抽人 抽人回答有没有 他还会有这样的特效 然后转一转有时候还会有趣味性 那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像比如说这个好了 你做了测验的题目 他会有那个趣味的互动性 他会自动出现题目 随机的你可以选随机的 那做配对 所以你可以把答案丢上去 如果对他会打勾 如果错呢 他会打差 然后再轮下一题 假设这个是错的 我把他丢上去 答错了 他就会再换下一题 然后最后呢 你们做那个时间到 时间到 或者学生做完了 你要分享给学生 在这边可以做QR Code 他会直接把这个 让学生可以手机扫描 就进去做这个题目 那跟那个卡户有点类似 那这个 选择比较多 选择比较多 然后做完之后 学生有输入他的名字 可以做排行榜的动作 这边是一些 你这个题目的选项 你要计时多久 给他几次机会 速度多少 这个都可以做选择 那做的时候很简单 比如说我要创建一个活动 你看到他这么多个内容 他全部的模板都帮你做好 所以你只要把你要做的 比如说考试的题目放进来 各式各样的都有 那这边是免费版可以做的内容 那如果你一个月花好像是80块吧 升级的话 这边专业的范本有更多的内容 所以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做教材会非常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那以上是 以上是今天跟各位的分享 那其实还有 各位如果做那个非同步线上的影片的话 就是你做完 你可能上完课之后 录完影 你要放到YouTube 直接上传YouTube 可以做线上的影片 那学生没有上到的可以去补课 或者你弄一些教材放在网路上 然后让学生先看 然后你在上课就是互动回答问题 翻转教育 那现在其实我们最简单最简单最简单 郑重推荐的剪影片的工具叫做剪印 剪印 所以你只要去搜寻剪印电脑版 各位 剪印电脑版我看一下 我看到哪里去 这边 各位完全免费 完全是那个连傻瓜都会用 真的不骗你 手机 他有手机版 手机版更简单 那比如说 我做个 我时间到了 但是 我们是最后一堂课 所以我演几分钟没有关系 你要放那个 放媒体进来 你就直接在直接把你的档案 比如说 我随便丢几个影片 就把它直接丢进来 那丢进来之后呢 那我们就把它放进来 这个揪的我先不要 好放进来 那我们一定会有一些 你片子录王会有一些片段不要 所以你就找到 就找到那个片段 那这里有一个cut 就切一下 剪一刀 剪一刀 不要地方就选起来把它删除 选起来删除 这样就好了 那这个就留你要的 然后你就可以去做 输出 那输出的部分呢 直接在 在导出这里 直接就可以做输出了 那你就选好你的位置去做导出 这是最简单的剪辑的方法 那如果你要更进阶呢 比如说我要 我的声音 我都要想要做那个字幕 各位 这边文本切到文本这边 这里有智能字幕 就是AI字幕了 开始辨识 各位直接点下去 几分钟之后 他会把你的 你在影片里面所讲的话 全部帮你辨识完毕 而且你可以选繁体中文字型 各位你用其他的软体 没有那么方便 而且辨识率不高 而且你还要修字幕 这个几乎 因为是中国人做的 你的咬字 就算再不清楚 他都辨识率都比 Google还要高 所以你在修整 那个字幕的时候非常的简单 然后他还可以帮你做变音 比如说你要用娃娃音 你要用帅哥的声音 你要用那个机器人的声音 他都可以做变音 操作真的是各位 进软体之后 三分钟 随便摸一下 你就会操作了 好 那我就不继续了 好 那所以各位 有兴趣的话 这个是 真的是蛮好用的 我想我的 今天的部分 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那不晓得各位老师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疑难杂症 好 那 那我们另外在 在那个 我们还有两天 还有两天的课 所以各位如果说 我们 各位可以上我们的公告去看一下课表 那如果刚刚各位没有听得很清楚 要再重听的话 我在礼拜五 礼拜五的11点跟下午2点半都还是我的课 那如果各位是要听那个网管的部分 是在明天早上的10点 明天早上的10点 那如果是听那个OHA 云端教室的部分 明天跟后天也都还有 那个收亮校长跟田一龙老师的课程 那就欢迎各位 再给我们多多指教 好 谢谢大家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